看我们英勇一队伍 谁敢抵抗 谁敢抵抗 从哪上 孙力人抗日军臣威震世界 孙力人在缅甸战役中 重创日寇屡剑齐功 被两次授予不列颠帝国勋章和美国封攻勋章 成为第一位以战功获得外国勋章的中国将军 1937年 孙力人在松户会战前线 被日军炮火炸伤 共13处昏迷三昼夜 1942年 孙力人率中国远征军新38时抵达缅甸 以布满1000的兵力击退数倍余几的日军 营救出被围困的英军7000余人和500多名战俘 震惊世界 第二次缅甸战役中 孙力人面对聪林作胆之王的日军第18师团大获全胜 被誉为军神东方隆维尔 英王乔治六世和英女王分两次颁守他不列颠帝国勋章 美国总统罗斯福向他颁发封攻勋章 孙力人说 勋章的授予是全体官兵的光荣 尤其是死伤的同胞 他的意义不仅在于这是中国军官第一次以战功获得外国勋章 而是表现了中国和盟军并肩作战者所付出的血汗和舍己救人 不被蒙信的中国精神 孙力人与西医军的兴亡 抗制风火中 孙力人出任西医军军长 西医军所向披靡 锤炼成为一支令日寇文风丧胆的威武之士 但是仅仅三年后 这支英雄部队便飞回烟灭 这其中发生了什么呢 西医军的兴亡与孙力人有怎样的关系呢 1944年8月 孙力人接任西医军军长继续缅北对日作战 1946年3月17日 林彪任司令的东北民主联军攻占四平 几乎同时 孙力人率新医军乘坐美国军舰从广东直调到东北 凭借全部美系装备连克数城 直逼林彪固守的四平 林彪被迫撤诸四平 随后林彪帮回一城 吃掉孙力人西医军三四千人 在德会战役中 孙力人又让林彪损失数万人 林彪再次撤退 部队中四传 只要不打西医军 不怕中央百万军 蒋介石说 孙力人训练部队很好 不过打仗不行 1947年6月 孙力人被调到南京成立陆军编练司令部 摩德东说 我们唯一的敌人被杜一鸣赶走了 东北将是我们的天下了 孙力人走后的西医军被肢节改编 在辽省战役中被东北野战军全歼 孙力人 古宁头战役 新西医军被解放军全歼覆灭 但孙力人的传奇并没有结束 马英九曾圣赞孙力人将军为保卫台湾第一战奠定圣机 马英九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在台湾的孙力人是怎样发挥他的军事才能的呢 孙力人被调离东北战场后 新医军灰飞烟灭 但孙力人的故事还在继续 他在南京组建的陆军编练司令部 于1948年前往台湾 选择凤山作为练兵基地 第二年他升为台湾防卫总司令 年底简直转进台湾 孙力人升任陆军总司令 四年晋升陆军二级上将 由孙力人训练的新军中 包括有代号角莽部队的青年军201世 1949年9月201世开府军门 防卫西部至古宁头一带 推行碉堡战术 每一个班修筑一个碉堡 周围在建散兵坑及交通好 把防御攻势推到海边 一个月后 古宁头战役开打 马英九曾撰文说 孙力人将军在台边区的 2011市浴血奋战 坚守古宁头海岸线 帮后续援军正确到了 登陆池源的时间 为这场保卫台湾的第一战 奠定胜机 孙力人要取代蒋中正吗 危险世界的中国传奇将军孙力人 为什么会在年富力强之际 被罢免军权 遭到软禁呢 其中最主要的推手 竟然来自于美国政府和美国军方 1946年6月 国共内战爆发 通天8月 美国对国军实施武器禁运 迫于美国的压力 蒋介石签署了两份停战令 但在政治上 蒋介石拒绝交权 坚称台湾不是美国的殖民地 1949年6月 美国计划直接派美军 及其他五国军队赶走蒋介石 新领袖人选就是孙力人 孙力人毕业于美国军校 曾在缅甸同美军并肩对日作战 此时任台湾防卫总司令 美国力推孙力人任台湾省主席 遭蒋介石婉拒 半年后 美国制定台湾政变草案 逆定由孙力人为政变指挥官 千军依发之际 朝鲜战争突然爆发 美国决定借助蒋介石而放弃孙力人 蒋介石惊呼 这是圣父圣灵在保佑我 1954年6月 蒋介石免区孙力人陆军总司令 第二年 孙力人因莫须有的兵变案遭软禁 长达33年 孙力人兵变案 1955年 蒋中盛这道密报说 孙力人及其下属准备在打阅兵时发动兵变 涉案的35人被判死刑及无期徒刑等 孙力人以莫须有的罪名遭到了软禁 46年后才获得平反昭雪 1955年6月6日 蒋介石举向盛大阅兵士万众瞩目 但他却在40分钟以后才出现 只发表了5分钟的讲演就匆匆离去了 蒋介石为什么一反常态呢 原来蒋介石借到密报说 孙力人的心腹郭庆亮等人是共产党间谍 已经策访了孙力人 准备在大阅兵时发动兵变夺取军政大权 三个月后涉案的郭庆亮等35人被判死刑 无期徒刑等 随后孙力人被解除一切之物 从此 这位战绩标柄威震国际的名将遭到软禁长达33年 直到1988年蒋经国去世后才获自由 2001年1月10日联合报头版报道 确定孙力人将军并未谋反 其部署郭庆亮亦非匪谍 也并未着手叛乱 此时 据案发已经过去了整整46年 孙力人的晚年生活 孙力人设兵变案被罢关 在台中市一所老旧的平坊中 开始了长达33年的软禁生涯 一代名将孙力人在台中去世 享年90岁 1956年6月 孙力人设兵变案被罢关 从台北前往台中市一所老旧的平坊 开始长达33年的软禁生涯 六个被移透全天后 这是他的一举一动 微博的生活费无法负担四个子女的养育 他开始了卖花生涯 他驮美国亲友带来玫瑰种子 在平坊外开荒播种 不久后一种当地人从来没有见过的玫瑰品种便供不应求 还便怪以将军玫瑰的雅号 平时他最喜欢的就是给孩子们讲当年在缅甸的战斗故事 1988年蒋经国去世 88岁的孙力人重获自由 接到平凡消息时 孙家哲一场冷静的说 本来就无反 还来平凡之说 不过是事真相大白而已 1990年17月19日 一代名将孙力人在台中去世 享年90岁 他在林中遗言是 不藏大陆 官不入土